吴添彭 吴添 没换 吴添彭 还是换了个大个阵容的 风速压过去了 终于啊 风速压过去了 还是靠两名后卫 是 王一波跟 吴添 把进攻带起来 两个人能否冲进 两个人来跳球 跳球之后 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拿到球权的是浙江球队 现在为止浙江不仅没得分 四个犯规 三个失误 这个应该说是本赛 打到现在为止 他们表现最差的一开局 关键时刻 终于有人站出来得分了 还不一样 基本上他就是在游棋区 闪转腾脉 賴君豪也是 这个失误球很麻烦 这也是令人比较担心的地方 因为广沙队 他这个赛季会给一些年轻球员 上场的时间 实在是显得太多了 刚才浙江浙江中队 他的防这个挡差 包括轮转防守 还是防得非常好 看看吴前是不是能够把 球队的进攻能够带动起来 今天上半场的双方的进攻 确实 吴前终于找到感觉了 吴前还是一定要加好 全华班的一个注册模式 再加上 这个今年的规则的变化 有所改变 来了 连弩来了 吴前来了 吴前两个三分 这个看到 浙江浙队中队 进攻起色的一个表现 这个就好 好球 其实真的 就是这两波进攻呢 看到了就是说 破解方法 他们找到了 大肚里猜这个防守 比较慢的这个落点 你移动吧 连续的调动 调整 吴前 现在没有孙明会赛 这是朱续航 来了 其实你看啊 落后分数 接近十分一三分 这往一波再给吴前 调整一步 飘移三分 吴前 吴前我认为 你再怎么投不进 我认为你还是要投 在的时候 冯兴也能够 形成自己 作为空位的一个作用 另外他跟孙明会 两个人同时在场 吴前 吴前 没换 崇尚棚 还是换了个大个 这种 对 风速压过去了 终于啊 风速压过去了 还是靠两名后卫 是 王一波跟 吴前 把进攻带起来 两个人能否中间啊 我们说这是个大延务 大延务的时候呢 中间有条缝 还穿这种缝呢 吴前 他是一等一的高手 就我说 从个后到领先 所以看到浙江 从手京都队员 朱续航 再看吴前 拆出来 朱续航又有机会了 这就是抓到了防守的问题了 就是以快 以更大的空间 来打碎你的高的优胜 好球啊 吴前 这个动作的幅度太大 就是刘泽一提上掩护 对吧 这个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打你了 解决防守问题 对吧 如果进攻 你再不用他的话 那我觉得就麻烦了 王一波马上追身打 看到没有 就是转员好 还不得分 这个节奏太抽抽了 完了 完了 这个球要暂停了 这个节奏不对 要暂停 因为为什么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 拉杜里他在场上 你要用他是什么 你不是用他在跟你折反跑 是 在场上他首先 没有去组织起来 打拉杜里他内线的优势 那你让他在场上 双方的分数差距现在是6分 领先的是 稠住 又是吴谦 是啊 这就是他们虽然没有高度 但是有速度的一个特点 后卫突完了 两个后卫突 都没机会 继续给 拉杜里查 防得很好 对吧 就是拉杜里查的问题了 最终还是找到拉杜里查了 他 找到拉杜里查这边 再做高位的 守地守的 穿球掩护 知道你了 都远远低于他们的赛季平均水平均 这场比赛两队确实拼得太凶了 太凶了 我觉得下一场他们都得缓一缓 哎呦 朱庆航今天的三分 这是关键三分 已经两次了 到内线 就是他非常擅长的右手上来 而反过来 吴谦那边准备不足 哇 这样的话 这个比赛的天平已经是 但是罚的不破 吴谦 打成功率 绕一圈 打成功率 又是突分 控制不住吴谦 但是篮板抢到 不着急攻 吴谦抛一个 表了 吴谦是越打越顺 这个真的是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一键封口 吴谦今天上场 超过了43分钟 44分钟 基本上没歇 基本上没歇 赢了 全胜 整个上半场打得 其实满增长 非常郁闷 等于说他跟 他跟孙明辉两个人 就是说 几乎是互相在消耗 互相在抵消 但是下半场 他一军突起 对 这场比赛真是 拼得够凶了 得比赛取胜 也让这场队呢 继续雄居榜 我打得 POL